一 二 三 四 五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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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五 歡迎收看 最近我覺得天氣真的很奇怪 怎麼說 因為其實像我是會 換棉被的人 就是我有冬天的棉被 跟夏天的棉被 就是厚跟薄的嗎 對...然後我前幾天 前陣子就想說 夏天來了 那我換個薄棉被好了 然後換了第二天 就變超級冷 晚上睡覺超冷的 像以前那個冬季跟夏天 除了棉被以外 衣服也要換 對不對 現在都不用換了 而且五月應該是要慢慢變熱 但是前陣子很冷 然後衣服也不知道怎麼穿 冷完一天之後又變熱 對 而且那種冷熱不是差一點的 是差十幾度那種 對 它是爆熱的那種 對 爆熱 超可怕 你們像我們現在 身在台灣有沒有 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說真的 台灣天氣我們已經快 不能夠適應了 真的 更何況是你們 真的 很辛苦...對不對 雖然我們台灣的天氣 真的是 對... 所以真的 因為大家都已經來台灣這麼久 沒錯 但是台灣天氣 你們能夠適應嗎 差 這兩個圈 其他都是差 我的是超級差 超級差 超級差 好的 所以你來幾年了 十...快十幾年 十八年了 哇塞 很久 有比它久的嗎 你多久了 十九年了 十九年 還不能適應 二十年 二十年你可以適應嗎 我現在才可以適應 而且... 很奇怪 我透過那個一個 練功夫的方法 才適應過來了 怎麼練 可以教我們嗎 可以...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我會長 很容易長濕疹 因為台灣天氣比較潮濕 所以我師父 就是功夫的師父 氣功的 他說教我 他說你要適應台灣的那個... 大家學好了 好... 要適應台灣的天氣 你要學台灣的三班族 我說是怎麼... 怎麼學... 他說你看他們 然後就是 他就看那些三班族 走來走去 他們都穿西裝啊 然後那個長褲啊 然後裡面還一件 還搭領帶 夏天熱要命 而且裡面有些還穿那個... 背心 對... 他說因為你穿比較多層 你身體就會 你要鍛鍊你的功夫 你耐熱的功夫 好 謝謝 好 然後剛剛 三三一直舉圈 你能夠適應台灣天氣 和俄羅斯比起來 他們那麼熱耶 真的台灣比較好睡 好 因為我真的覺得 俄羅斯 我覺得很冷 很冷 比很熱 我覺得不好 很熱反而比較好 可是我冷跟熱 我喜歡冷 你也是 是爆冷耶 因為你沒有經歷過 對 你那邊可以負多少度 摩斯科其實十幾度 大概負十幾度 你有去過負十幾度 我去過負二十七度的地方 在外面 當然在外面 對 我說到戶外 對 在戶外 多久 就是外景 就是半天一天那樣子 多可以接受 可以 但是就是 搬槍著 不是 可以一下下 你要九八年 沒有... 對 可以... 而且他問了多久 只是一天的幾個小時 他是問多少天 你要過生活 對 因為我外景只有四天 所以你每方不算的 我覺得熱比較好 但是我覺得 我比較難接受的是 巧思 因為巧思我覺得很妙 因為冷的會比較冷 就是濕濕的冷 其實比乾燥的冷還冷 對 但是熱的 巧思的熱 其實比乾燥的熱還熱 對 這個就是我覺得比較難適應 還是 像我從俄羅斯回台灣 然後晚上要睡覺 我念我老公我說 你怎麼那個全蛋還沒有乾 你就不算出 他說 那個是很乾的呢 那個我覺得真的 我感覺好像是破水一樣 然後去睡覺真的 真的 真的 像我衣服 我衣服其實也是 因為巧思 壞掉了好幾件 而且你放那個洗水包 其實也沒什麼用 特別是皮革的 對 我是有一次來錄影 然後我那一件 穿那個皮外套 然後我到 我已經到這邊 然後有人跟我說 珊珊 妳外套怎麼 然後我看後面是這樣 一巧一巧這樣撕開 我其實我那時候想到 不是像脫皮這樣嗎 對 我覺得是有人擁倒 你知道這樣要弄我 然後我看 沒有 我後來發現是因為巧思 就是那個這個材質都會壞掉 所以我現在都沒有皮革的東西 對 而且其實 台灣的話就是 像台北的話就是盆地 然後有很多山 像我家是一天喔 要廚師這麼大小的廚師 我們家那邊 我同意 其實我家裡也是 我常常每天會開那個 然後一定要到最少兩次啊 我每天會放在別的房間 而且我也要把那個 櫃子門打開 一定要 我拍了一個VCR 給大家看我家怎麼誇張 有多濕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 有沒有水 哇 哇 超多 給大家看 這個其實蠻小的 所以我們一陣天可能要換兩次 這個 哇 也是全部都是變水 來 哇 哇 哇 我買這些東西真的要花很多錢 比自己要換啊 喔 這個一定是有點 濕濕的樣子 要趕快換 喔 真的很濕喔 超濕喔 超濕 而且它也是黏黏的樣子喔 好 我也是覺得台灣的天氣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溫度還可以接受 但是赤度這件事情 我真的沒有辦法接受 然後我是 因為來台灣讀大學嘛 然後就我大一第一次去碧壇 就覺得哇 這地方好舒服喔 人很少 然後就你可以過那個橋很漂亮 所以我大二的時候 我就做了最錯誤的選擇 就是搬到碧壇去 為什麼 因為呢 就我第一天晚上 那個房東先生跟我說 我們那個牆壁我們剛粉刷完 你就不要放東西或者靠近它 我就說好 然後當時我就覺得 然後這個房東好貼心 入住之前就發出粉刷 但是後來發現跟他溝通 他每年至少一次都要粉刷 為什麼 因為就整個牆壁都會發霉 很嚴重 松百變綠 超鬼 對 就小小人像痘痘這樣子 然後最可怕的是 我不知道怎麼粉刷 所以我就這樣子 用那個布... 那是什麼 木布這樣子擦過 天啊 這全部都綠色耶 你應該整個家都衝繁灰塵 衝繁細菌只是你看到 就很可怕啊 真的 好可怕 以前我們家那個廁所啊 廁所以前我們家是 舊房是木門 那個木門那個 在轉彎那個卡榫那個地方啊 我們家居然濕到 好奇怪 你怎麼放這麼久呢 沒有...不是放那麼久 是它太濕了 差裡太潮濕了 它從那裡面... 縫縫裡面煮... 香菇又出來了 你又拔起來吃嗎 那不行啊 我的話 如果我要形容台灣的堅持 我一定要 一段Rap 就是唱給你 可以不要嗎 好 台灣的堅持是這樣 熱... 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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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爛... 不是淡了 我跟那個居宜老師 他要站起來嗎 phemera 你唱完了嗎 還沒還沒 還要唱完了嗎 還要啊 沒有...我在大學的時候 那個居宜老師啊 他 opticuso candidate 等一下 要熱身的時候 老師都會這樣 哪有這個棚 此外邊就這樣子 不是 我們是不是這樣嗎 一 二 三 四 二 二 三 四 那就是惹 冷 惹 冷 他也沒有把冷 惹 惹 惹 現在疫情的關係就是這樣子 熱 冷 熱 冷 沒有 潮濕 沒潮濕 有雲 有太陽 有沒太陽 有太陽 有沒太陽 下雨 沒下雨 毛雨 請問你還在唱嗎 太陽 天啊 沒有 不知道你歌到我什麼時候 台灣的監視真的什麼都有 你想要紀念什麼東西 因為都有冷 熱 什麼什麼 所有的東西都在台灣 像昨天啊 昨天不是白天就是有太陽很大 然後都沒有暈 對 到下午就下大雨 對 可是那個夏天很正常 所以那個天氣 夏天都是早上 你越早越好那個天氣 然後就到了中午會越來越悶 你快爆炸 然後就... 然後又下的十分鐘很大 就沒了 你們早上要一起來的時候 你要到公園 然後做這個動作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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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寶拉呢 有辦法適應嗎 巴西跟台灣的冬天溫度 就是差不多一樣 可是巴西就是比較乾燥 然後比較清爛 比較...很...很... 深深會有冷天 所以覺得比較舒服一點 我覺得台灣的冬天有點麻煩 就是夏天就是 對 然後冬天你很... 而且常常那個雨是小小的 然後你要吹 一直吹... 一直吹... 我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我很喜歡下雨 因為在台灣很想下雨 在烏克蘭很少 所以有時候在烏克蘭下了很大的雨 我們去上課 老師說 今天很大的雨不要上課 你們回家 那個時候我們很開心 下雨就不用上課了 對 不用上課 因為我們覺得很麻煩 還有台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很潮濕 我早上的時候一定會洗頭髮 但是過了兩個三個小時 我的頭髮就變亂 就敲起來 如果晚上要跟朋友去吃飯 一定要先回家洗頭髮 才可以出門 我覺得這樣非常麻煩 那個... 速度嗎 速度... 超濕... 超濕是我還好 我可以接受的 可是我... 怕熱 所以... 你開始想我來問你是不是 真的喔 怕熱... 對... 台灣都沒有任何一個人怕熱的 真的 我真的很怕熱 所以其實我在日本的時候 就夏天已經很受不了 對 可是台灣的夏天是更誇張吧 很熱...很熱...很熱的 所以台灣的話 我是... 一月跟十二月以外 是... 都有開冷靜 太浪費了吧 二月不熱啊 還是很熱 很冷 很冷 很熱 一定要開的 你身體壞掉了吧 你還看醫生耶 所以我怕熱 絕對嗎 絕對嗎 絕對 你在日本也這樣嗎 沒有 我在日本是 但是我很少開冷靜的 真的才很早開冷靜 台灣是悶熱 而且日本的熱也很熱耶 最近日本也是很熱 可是那個 早上跟晚上是開床覆 就... 風還滿涼的 美國也是 就是... 只有中午特別熱 但是其實 對... 台灣不會喔 起來了它就是三十六度 晚上也是三十六度 對... 它三十六就是... 對... 一直都是熱 然後那個熱氣會從地板冒出來 所以為什麼你們比較不會看到人的年紀多大 因為你們就是... 一整天都是... 我現在一到波蘭 就... 大概過了四天 皮膚就開始掉了 我也是... 之前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你說屑屑嗎 很乾啊 很乾啊 真的會... 真的會脫...這樣子 很誇張 我們都是水妹妹跟水男孩子 我也舉叉啦 可是其實我的舉叉是因為 對... 對... 我也是 我超級怕冷 我怕冷到什麼程度呢 我就是怕... 冷氣 我也是 我怕冷氣 對...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先生 你說你十二月跟一月 沒開冷氣 我是... 我家是全年都不開冷氣 環保小煎兵 太好了 那當然是... 可是... 然後我最討厭台灣冬天 因為... 台灣冬天 因為太超濕了 所以你上公車的時候 他們還是開冷氣 對 因為那個...他要... 對 因為... 而且在那個冷氣中對頭吹 我知道 對 可是就是很冷 很冷 然後你吹冷氣就會 冷到不行啊 對 計程車也是 對 我剛剛來是非常不理解 我看那個計程司機 很厚的外套 然後吹著冷氣 然後... 神經病啊 你懂嗎 你還... 你還開冷氣 對... 對... 真的是... 因為現在我們攝影棚 冷氣也都開很強 我每次錄影完回去 開車回家的時候 我都沒有開冷氣 因為我要退變 對... 因為我都準備啊 超冷啊 而且我們攝影棚... 我們攝影棚的出風口 就在這邊 對... 所以這個位置是最冷的 超冷 所以我全年都是準備一個毛衣 對... 你跟台灣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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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只他們不習慣 那你們的親友也是不習慣 台灣的天氣嗎 今年我媽媽跟弟弟有來台灣 看孫女 所以她其實也是第一次到台灣 然後她完全沒有什麼影響 她不知道台灣是天氣怎麼樣 所以她說 我要放什麼樣子的衣服 我說 妳要帶一些 夏天的 有一些 冬天的 春天的 她說 那到底要放什麼東西 對... 就是都要 我說 因為我們要還刀 所以其實第一天我們在台北 大概感覺像秋田 沒有很冷 像秋田那樣子 很舒服 可是第二個晚上我們過在台路哥 給大家看 我們是穿冬天那樣子 而且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也不敢脫衣服 不敢脫那個外套什麼的 然後第三天我們很誇張 又到墾丁 變短袖 對 又短袖 所以他們超愛那個天氣 然後第四天我們又到愛里山 看海中 那邊超冷 可是也有一點 春天的感覺 我媽媽覺得台灣怎麼這麼美 而且怎麼特別 就過了一個晚上 一個晚上在別的地方 就是不同的四季啊 而且台灣那麼小一個 對啊 但是就是每個地方天天都不一樣 短短四天就可以體驗這麼多 好特別 我哥哥來過台灣的時候 就是他來了一個禮拜 因為他的那個簽證 只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他原本來台灣出差 然後結果那個禮拜 整個禮拜都在下雨 那我做很多計畫 我要帶他去出玩這樣子 還是可以啊 撐傘啊 對 但是問題是 每次都要買新的雨傘 為什麼 浪費我的錢啊 買一把就可以啦 買一把就好啦 不是一把 因為我們那邊沒有 就是不習慣每次都有下雨傘 每天都有 所以我們不會帶雨傘 所以他每次都會忘記帶著雨傘 在那個店裡 你如果買了之後 放著就走了 對 又買新的 又再買新的 有的時候 在我們國家下雨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 可以洗澡 就是 沒關係 當作洗澡 洗一次啊 那會帶肥皂嗎 怎麼 還會脫衣服嗎 那個上去下雨了喔 那個沐浴乳 不是 跟你講我們的下雨不一樣 台灣太陽好毒啦 外國人也不信賢 其實一開始我們到台灣 然後明明太陽很大 然後就那人是可能有一些問題 因為他幹嘛撐傘 但是因為我已經在台灣快六年了 所以我其實有的時候會撐傘 因為真的需要 很多男生會戴漁服帽 我就看那個漁服帽 就沒有在釣魚 就是人在幹嘛的 對 然後後來我現在也是 因為我脖子一直變黑 對 就每個夏天就是 就這一條黑 就這一條就是黑 所以後來我也是買 可以戴漁服帽 我們的下雨跟台灣都不一樣 我們比較沒有那個空氣 污染 對 所以魚比較乾淨 非常乾淨的 所以你是下醇水 我們直接喝那個水 我跟你講 真的 我們就是直接喝 比較乾淨 比較夠乾淨 台灣你一下雨 然後不知道 你還是要馬上回家洗 對 為什麼 因為台灣 還有很多那個污染啊 會黏黏的 而且如果你穿白色的衣服 哇塞 真的 全部都變黑黑的那樣子 兜兜兜兜 我剛剛也以為白色 好辣 這樣子就打起來 白色的淋雨是很好看 對 沒有 但是下雨後就沒有了 好的 要曬曬呢 我雖然很喜歡曬太陽 對 但是 所以我有訪問我的俄羅斯朋友 一些關於台灣天氣的問題 那他們有分享他們的在台灣 經驗可以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影片 這個台灣的太陽很大 所以對於我們俄羅斯人 很喜歡曬太陽的人 會有點危險 因為我們 我跟朋友這一次 剛來台灣的時候 覺得第一次到台 因為俄羅斯 我們住的地方沒有台 所以我們一看到 就很興奮的 擁有很快快樂樂的 但是我們剛來的時候 很快快樂樂的 覺得我們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我們用那個方曬 對 對 對 然後我們 有一陣天晚上發現 好像我的皮膚變得很猛的 我覺得 我曬太陽的時候 總是會變得紅紅的 明天會變黑色的 明天真的變黑色的 但是後一天我會掉皮 其實是會脫皮 對 然後覺得又變白了 也變得不好看 因為一點有 對 有黑一點有白 覺得 對 不好看 所以要小心一點 所以在台灣 你們也會撐傘嗎 其實因為俄羅斯人沒有太陽傘 我們就知道雨傘 所以其實一開始我們到台灣 然後明明太陽很大 然後覺得那人是 可能有一些問題 因為趕快撐傘 對 所以他們都覺得 現在 像因為他們是趕來台灣 沒有多久 但是因為我已經在台灣 快六年了 對 所以我其實有的時候會撐傘 因為真的需要 台灣那個太陽 太陽曬起來就不舒服 我也是 不舒服 這個是非常非常痛 我們在博覽如果是到那個程度 就會發一個那個 發酵的牛奶 因為這個是最保護你皮膚 是 對 因為真的非常痛 曬傷 對 台灣隨便就可以曬傷 可是我現在常常也在博覽 會有感覺到 我帶一個 太陽曬 太陽曬 對 出門這樣子 然後我媽媽就覺得 你在幹嘛 為什麼要這樣子出門 很多男生會戴 對 對 我本來不懂 我就看那個牛夫貓 說沒有在釣魚 就是人在幹嘛 到後來我現在也是 因為我脖子一直變黑 對 就每個夏天 就是這條 就這條 就是黑 然後其他都白 我覺得很奇怪 所以後來我也是買了這個 我最近也跟我父母 我爸跟我繼母 他們私訊也剛好提到這件事情 他們是2014年4月份來台灣 我問他們 其實他們覺得台灣的天氣還不錯 有點像西雅圖 你們 我那天也錄好了 所以你們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 Dad 和Diana 你覺得你感覺到台灣的天氣 當你來 你來 我認為它是很美 它不是很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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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冷 它是很冷 我認為 我認為 Layton 呢 它是小哥 所以 我認為它是很冷 然後 你覺得它挺冷 但它們都是美麗的湖 美麗的湖 那裡有溫暖和暖的湖 所以那裡比較像家 而且它比東坡更好 比東坡更好 我希望這樣 你是笑話 因為現在來隊記者 來隊的時候就真的很棒 然後對著一個聖誕老公公 就跟奧羅斯一樣 反正北極就是那麼冷 所以總會比北極好 就去年九月我的唐姐 還有她的男朋友就有來台灣 然後就當時我們還有去北京 上海跟重慶 然後其實他們我就很驚訝 對 因為他們對亞洲的影響 印象就是覺得就綠鬆鬆的 然後就到處就是下雨 我覺得它跟台灣就很像 她覺得比較符合她的印象 她也錄了一個影片 就跟大家分享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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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很多種種草莊 整個山河河,同樣子 同樣的地上, 就像是複新的氧候 然後,既然我們旅行 當空而進入, 太動機 日藏有很多泥 所以, 所以這個廁所很濃烈 但後來是值得的 因為有很棒的看法 從... 比較豐富 他其實真的很喜歡 但是他比較不喜歡的是一次變化 尤其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就是到了室內冷氣開得很強 他就會很容易感冒 就很冷又不然... 對 又很熱 那個溫柴就很可怕 真的 好 加大 我的妹妹她也有來過台灣 雖然烏克蘭人很喜歡夏天 但是她真的受不了了 所以她也有拍... 不好意思 那個影片才跟要... 正要開始聽 都這樣是... 好心情 太到最後一口氣了 她看... 沒有 我... 因為我聽到 我的妹妹... 你的妹妹 好 我們來看一下加大姐妹 加大姐妹吧 你好 當我來回到家... 我來當我去約會 我來的女兒 在台灣很冷 我被驚慌了 我被驚慌了 當我被驚慌了 人們在世上 在台灣人被驚慌 人們不肌肉 在台灣人被驚慌 因為我被驚慌了 因為我被驚慌的冷氣 我被驚慌了 在台灣人很冷氣 我被驚慌了 我的髮子也被驚慌了 我被驚慌了 我被驚慌了 好 那太多人 太多人 有什麼都沒這麼想 你要仔細聽內容嗎 他講中文嗎 沒有 但下面有字幕... 我眼睛不好看不到字幕 不是 看到你 他在看那個 他不是在看那個下面的 那你知道他剛剛說什麼嗎 他說台灣很好 他喜歡台灣的夏天 沒有 我都覺得他在海潮濕 他在海潮濕 以後都不用翻譯了 我覺得 對啊 沒有看啊 可以...這些人 好 所以其實夏天也即將來臨 所以想問一下大家 你們夏天都怎麼避暑 或是你們國家人 都怎麼避暑呢 我們是在家裡掛一個 風鈴你們知道嗎 知道 就是這個啊 這個是不好意思那個 冰磚生紗裡面的 對...這個東西 我們聽到這個的話 就生地了 馬力子是這樣子嗎 就是看到剛剛的 要變成那個風鈴的 就是看了就很涼快 那你以後都不要太冷氣 就家裡放一堆這個風鈴 他已經放了 來... 我沒適可概念 涼涼 真的會這樣覺得涼涼快 可是這個是真的日本人而已 有一個那個... 真的... 真的... 只有真的會 然後今天我有這個東西 好冷喔 好冷... 好冷... 沒那麼誇張 這個你聽到之後 怎麼... 有一點涼涼的耶 其實我會有點害怕 我覺得... 對... 他現在冷靜 聽到這個風鈴聲會害怕 就感覺好像有了要開門進來 對 有人剛剛摸摸的樣子 因為在家裡如果沒有風的話 基本上不會有風 這麼不行耶 我家裡的地方沒有風 有... 冷冷的感覺 因為如果在家的話 如果... 因為家裡如果沒有開窗戶的話 基本上風鈴應該是不會有聲音的 對 如果家裡有出聲音的話 就代表... 這個... 這個不一樣的呢 那個也是有用的啦 那個也是有用的 喔 這個也是有用的 也是另外一種涼啦 也是會涼涼的 會... 會發... 是... 這是真的 OK 好 那馬力子有沒有什麼 你也覺得是消暑的秘方 必須的 日本人很愛喝那個 對 然後喝飲料的時候 已經放很多筆塊 對 所以我... 女生也是 不算台灣的女生那種 就喝溫快水啊 就不管 生理起來的時候 也是一直喝冰檔 還是吃冰淇淋之類的 對 我的朋友也是下顛倒的 就是 八條 生理起來吃八條 對 他都不管 你的朋友所以 這樣就... 對 我叫冰淇淋 八條 真的喔 好 所以日本人是沒有在在乎的 對 吃冰可以消食 分手旅遊泰悟食 夜門人不如冷氣 其實每天都會 我會開冷氣都沒事了 是 但是每天就剛好有問題了 就開不了了 他就不開心了 他說因為你沒有冷氣 所以我就 然後 或是你去找別的房子 然後 他就是想跟你分手 故意找個賴就是 對 其實那天你如果開冷氣 他都會說 你為什麼有冷氣 我還可以分手 還可以分手 什麼 好 好 然後我這旁邊有一個板子啊 這邊是台灣天氣 讓我不堪回熟 大家這邊看是哪一國人 發生的這個事情 天啊 女朋友很心離開 因為 不只是我們新住民喔 我們這邊 我們的那個 會咬喔 熱到毀龍耶 對 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好了 好 OK 女朋友很心離開 熱到分手 對 應該是田中吧 因為他可能怕熱 所以一熱 脾氣就不好 對 所以你 沒有他說他整 他整天 整天都在開冷氣 我有冷氣就脾氣很好 好 我們直接看 好不好 田中 3 3 熱到女朋友很心離開 對 我不知道她很奇怪 不是我的問題 是她的問題 反正我們是 那一天是要 要約她回家 然後因為我的冷氣的 有問題的 就是我的房間裡面 然後 其實每天都會 我會開冷氣都沒事了 是 但是那一天就剛好有問題了 就開不了了 有問題 然後沒有風 她就不開心了 她說為什麼你沒有冷氣 她就不想要 就是她就離開我 就是離開那個房間 她說不要了 因為你沒有冷氣 所以我就 你去先換冷氣 然後 或是你去找別的房子 然後我再跟你在一起 其實我可以聽出這位 不是 有一些女生真的 因為她就是想跟你分手 故意找個冷氣 對 我跟你講 遇到有一些女生 真的很愛冷氣了 就是很熱的 很喜歡冷氣 其實那天你如果開冷氣 她也會說 你為什麼要冷氣 我好冷 我好冷分手 太冷了 太冷了 就是要分手 對 不是我的問題 好了... 是冷氣的問題 冷到差點毀容 毀容是 應該是你毀容嘛 整個人都那個... 亂七八糟 啊... 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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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真的很醜八怪 就是我在西方皮膚都算是狀態是OK的 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來到台灣之後 可能太潮濕了 然後就 尤其是...尤其是額頭嘛 然後呢 就一直流汗 它會有很多的粉刺 但是不是那種黑色的 它是那種 很深層的 白色的 長在裡面 很可怕 然後呢 所以長了很多在額頭的部分 跟...就是這兩... 臉頰 然後呢 我就去問我朋友應該怎麼做 然後他幫我推薦一家做粉刺條理 我就說OK呢 然後第一次做呢 擠出了這麼多 我好想看這些喔 我最喜歡看了 最可怕的不是這些痘痘 而是說你做了之後 因為它是比較深層 所以它擠壓就要非常用力 這是結果 我搭地鐵的時候 這是我 這是我 因為它很用力啊 然後... 好痛 天啊 超可怕的 超痛吧 這真的毀容 很可怕 但是我跟你講 你回家兩三天 不要曬到太陽 然後就擦那個少數精油 OK了 接下來是 妹妹發言不會好 這肯定是女生吧 對 妹妹 沒她的 我覺得有可能是凱蒂 為什麼 所以我敢說這個故事 我覺得是... 我不知道 妙...妙瑤嗎 對 真的啊 其實我很尷尬 真的 其實我從到台灣 那時候當交換學生 所以九月到台灣 然後一整年我一直都有問題 就一直癢癢 就一直痛啊 就一直回去醫生 那個超不舒服的 對 超級不舒服 一個男生的醫生說 你是不是跟很多男生 有什麼關係 哇 好生氣了 好生氣 我怎麼一到台灣 就是找那些關係嗎 就...不是我 然後... 然後就... 我快去找別的... 換一個女生的醫生 然後她說 其實你不只是第一個人來這邊 非常非常多女生 都有一樣的問題 因為都是適度的關係 然後我說 你是不是不習慣 在下面吹...吹乾嗎 就吹風 我說 在下面那邊要幹嘛吹風 她說 建毅 你就是洗澡之後 洗完... 吹頭髮的時候 也要下面那邊 現在這樣子我就沒有問題 可是... 她給我一些藥 還是沒有用 小看台灣冬天 美國人錯過流行雨 是有她的學生 邀請我跟她兩個人 去荷花恩山 11月份 我們可以去看那個流行雨 她說會冷喔 然後我就想說 會很冷嗎 對 可是我告訴你們 為什麼 因為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待在車上 然後爆炸一起 然後就拿著所有的棉被 就... 接下來是田中的喔 都不是我 都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借機抱人家 我怕了 看看 凱莉 對 我剛來台灣也是... 也是9月底 才第一次來台灣 然後那時候台灣的天氣都... 都... 通常都是二十幾度吧 還是二... 再二十幾度 反正那時候我的兩個室友 都是日本人 然後我們大家都是在教我們的語言 其中一個室友她的學生 邀請我跟她兩個人 一起陪她去荷花恩山 11月份 我們可以去看那個流行雨 因為那年特別多 她聽說那年會特別多 然後她就說 11月份去荷花恩山 山上會冷 所以就聽到要冷的衣服 我就...好 那我去買一個長褲 跟一個運動長袖衣 然後到了11月份 11月份還是滿...滿溫暖的 然後我們要上去那一天 就是她來開車載我們去 然後我們就帶一個小小的一個包 然後她說 你們只帶這麼一點點的衣服 我們說 有問題嗎 她說 會冷喔 然後我就想說 會很冷嗎 然後我們真的... 我們到了荷花恩山的時候 那一天晚上 天一黑了 我們就開始期待那些流行雨 可是我告訴你們 我到現在 從來沒有看過那些流行雨 為什麼 因為 荷花恩山洗衣月底 冷到爆炸了 然後我們帶的衣服 根本不夠 我們根本不敢下車去 去外面看那些流行雨 因為我們的衣服 我們冷的樣子 然後我們兩個就是 待在車上就... 然後包在一起 然後就拿著所有的棉被 都... 一顆流行都沒有看到 都在車裡面 我可以對家裡可以去墾鏡 我之前就去墾鏡 因為墾鏡那邊燈光 其實也是沒有很多 所以其實也是看得到 而且不冷 對 保證不冷 我現在有夠的衣服 如果要穿那個衣服 我有衣服可以穿 你就放心了 對... 就是那時候我就有點... 還不適應台灣 可以冷跟熱的 差那麼多 太嚇人了 對... 好... 對... 就田中 好 我先告訴你 你現在沒有 你現在沒有我 我們現場 好啦 我啦 是你嗎 真的耶 你也還好吧 我先...我先講 台灣真的非常的棒 但是呢 就像剛剛講的 台灣的第一個 天氣很不穩定 對 然後像剛剛那個新住民講的 就是他們的那個 例如說 然後因為本身就是我 就是常常跑外景嘛 那有時候跑完外景回來之後呢 我又要看到家裡很亂 然後又要顧孩子 又要煮飯給孩子 所以有時候其實我滿累的 沒時間照顧自己 對 就沒時間照顧自己 然後例如說我化妝 我就會用隨隨便便的卸妝 然後卸完妝之後 就趕快去睡覺 以快為主啦 快很久 太多事情要做了 對 很多媽媽都是這樣子 然後但是呢 我發久而久而發現 如果你沒有清潔 你沒有卸妝卸乾淨的話 第一個 你的毛孔會變粗大 毛孔變粗大原因是因為 你每天接受的髒污在你的臉上 你又不好好卸妝 所以你毛孔 然後天氣忽冷... 對 所以呢 你的毛孔變粗大 然後粉飾... 粉飾長得也會非常的快 超級的 然後皮膚久而久之 你的皮膚就會沒有光澤 而且就會變得蠟滑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好 我就開始注重清潔 然後我就覺得清潔不夠啊 你的... 你的皮膚 你的臉還是要有光澤 我先講喔 我現在沒有化底妝 然後呢 因為我想說要皮膚有光澤嘛 然後我就看到了網路上 現在非常流行的這一個 這個好可愛喔 對 這很可愛 可以先傳下去 仙人長 這上面有笑臉耶 對 仙人長夜間換服霜 這一瓶 它非常的厲害 因為呢 其實啊 我剛剛講 我就叫它叫夜光霜好了 因為其實呢 為什麼是叫夜光霜 是因為在晚上的時候 同時它也可以繼續的 幫你代謝保養 所以這個怎麼擦 那我一邊示範好了 然後我先示範半邊臉喔 其實妳的皮膚不錯耶 對 因為我... 第一個 我不做醫美 所以其實我在選用這種保養品上面 我就會非常的注意 好 然後開始喔 按摩 因為我平常非常注重按摩 所以一開始 妳好專業技師喔 妳是美容師喔 專業 好專業喔 好 然後我一邊講 我要一邊來講 因為呢 它裡面有一個非常關鍵的 因為它這個仙人長 它是從哪裡來的 你們知道嗎 同無 錯 墨西哥 墨西哥 它是墨西哥樹的萃取 然後呢 因為大家知道 就是它現在是日本 韓國跟歐美 非常流行的成分 因為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大家有聽過蝸牛萃取嗎 有 然後它有一個那個膠原蛋白 有 這都知道嘛 這是之前非常流行的 但是現在非常流行 就是這個仙人長樹的萃取 因為它裡面呢 有這個高濃度的代謝多糖體 這個...這個作用 這個讓你皮膚代謝比較快 代謝變好 而且變得有光澤 仙人長是在沙漠算是極地耶 沒錯 因為它其實是在極地 現在保濕效果應該很好 因為它在...對 它在極地 所以呢 你要看到 仙人長一天 大概要日照12個小時 對 對 所以其實它仙人長它的 算是它的整個的保濕度 是非常好的 對 所以仙人長都會厚厚的 就因為它裡面有含很多水 然後我要再來講 它有兩個 一個呢 它是可以幫你退黑去化 退黑部分呢 它是裡面有杏仁酸 它可以幫助我們代謝老費的角質 還有去除淺層的黑頭粉刺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去黃 去黃非常厲害呢 因為它裡面有這個 仙人長樹的萃取 然後有4%的這個代謝成分 可以幫助你肌膚整個修護 然後形成一個保護膜 是非常厲害的 而且呢 還可以 它會去除你的蠟黃 不只媽媽需要 我覺得現代人都滿需要 因為其實現在空氣污染滿嚴重的 然後你就是一邊用按摩的 然後再來呢 就是夜光嘛 夜光霜 它其實呢 就是 顧名思義 就是讓你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也能夠像燈泡一樣的發光 夜明珠 夜明珠的概念 對... 所以仙人長是最厲害的 就是夜間修... 夜間修復非常的厲害 夜間修復植物嘛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可以擦完按摩之後呢 你可以用白色的化妝棉 來幹嘛呢 來看看你到底有多黃 擦 你看到 真的耶 來 我覺得你們要不要試試看 你們可以擦在你們的手上 我要 我剛剛手上要擦 只有一片 它不用用水洗喔 只要擦掉 我好髒喔 你的手嗎 其實我剛剛擦完以後 我覺得奇怪 為什麼是黃色的 對 你的沒有啊 我有淡淡的 我的這個才是誇張吧 我是昨天沒洗澡嗎 對 因為它就是 慢慢...就是幫你修復代謝 妳的手有化妝嗎 沒有啊 誰會把手化妝啊 對啊 妳感覺很像在卸妝耶 妳擦妳的手 超廣耶 對啊 真的耶 Wild Buy...哪裡買... 好 它現在其實在網路上面 限定可以買得到 那如果你可以擦這個夜光霜 那你可以上網搜尋它就可以了 好神奇喔 然後我要再補充一下 就是呢 你在這個擦完之後呢 你還可以配上它的代謝水 你可以讓它濕敷在臉上 所以先擦那個再擦這個 對 再擦這個 然後濕敷大概五到十分鐘就可以了 對 然後你可以感受到你的肌膚 例如說你每一天每一天的變化 是不一樣的 對 OK 是的 推薦給大家 真的耶 每天花一點點時間 那個氣色就不一樣 對 男生也需要 沒錯 所以不要再覺得自己沒空保養 簡單就可以了好不好 沒錯 沒錯 所以今天呢 我們看了很多關於台灣天氣 是的 會受到很多的影響 沒錯 但其實我跟你講 有時候 濕濕天氣讓我們不長細微 沒錯 沒錯 皮膚不好不要怪天氣 對 然後祈求好天氣 不如培養好心情 對... 好不好 台灣有太多美好的事情 可以讓你就忘掉我們天氣的事情 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我怎麼很傷啊 歡迎訂閱我們耶 開啟小鈴鐺 按這邊 按這邊 按這邊